宥軒上個禮拜得的是九千三 今天的分數是... 分數是 宥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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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謝謝 謝謝 你打破自己的紀錄了 我沒有想到 有終 但你雖然很高的九千分 可是在我們這裡的規矩 還是要到失敗區 希望300萬觀眾把你救回來 好 謝謝 各位觀眾 戰況真的太激烈了 你看看宥軒上週是MVP 九千三 本週她突破自己達到九千五 但是遇到她就倒楣 李剛琳上週九千二淘汰 然後呢剛剛的宥軒 也是九千分 都比前面的高也是暫時淘汰 再次掌聲給宥軒鼓勵一下 太厲害了 國王級的選手 好 馬上換一個風格 接下來呢是非常甜美可愛的 她才十五六歲耶 可是她好愛表演 我們來認識一下王柔邦妹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柔邦 今年十六歲 就讀台中科技大學護理系一年級 小時候經紀們都說我像個小明星 對於在台上唱歌表演我都很有信心 還真的以為自己是個明星 而且習慣大家給我掌聲鼓勵 這次聽到金牌麥克風要來學到海選 我開心得不得了 我一定要入選 所以我開始進行了特訓 每天練習唱歌 跳舞 結果終於過關了 謝謝 這次哭得太慘了 真糗 從入選到現在接到我要當歌手的同志 我等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好久喔 這段時間我更加努力的練習 今天是總驗收的時刻了 我要讓金牌好友們知道 我準備好了 我要當明星了 王柔邦 Go Go Fighting 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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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好 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是王柔邦 我來自嘉義 我現在就讀台中科技大學護理系 一年...二年級了 二年級了 然後...對 然後啊...就是...其實... 從上次比賽到現在 已經過了很久了 終於通交比賽了 然後我真的超興奮的 然後其實我坐車坐了整整三個小時 然後三個小時我應該是要碎死才對 結果我居然超雀躍的 我超想...超想比賽 我超興奮的 然後今天站在這裡... 我真怕妳給人家打針超亂打的 會... 我今天站在這裡一定會加油 一定會努力 我要當歌手 加油 耶... 來,機會命運 掌握在自己手中 機會、命運,請選擇 機會 好可愛 你跟他入宿... 你跟他入宿不一樣 他說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興奮 選了同行 他選了他同行 興奮 詩涵 好,我們看看命運是誰 更興奮 好,阿嘎 來 這兩位都是可愛的小女生 來 好,你念了多久 詩虹 我念了今年第七年 第七年了 他才第二年 對,加油 加油 你現在可以做什麼事情 比如說病人的手 你可以幫他綁 可以啊,可以 就是... 我不是說你,我不是說他 嗯... 二年級還只能到達馬桶嗎 慧音沖洗 什麼... 你不用... 你不用我... 我待會解釋給你聽 好,我了解了 OK 不要問 小燕 小燕姐,你真的不要再問了 好,我不再問了 好,你們兩個... 她還講 慧音沖洗 你怎麼這麼嗨啊,你 我超興奮的 她超興奮 她多麼希望來到這個舞台 好 詩涵,今天你算是大姐姐的 請先坐一會兒 好 好 你今天選擇什麼歌 我今天選的這首是我覺得 不管在客業上還是社團上面都會有一定的壓力 可是我覺得面對壓力不能只是逃避 如果你面對的話很快就能度過了 然後帶來這首 呼吸呼吸 呼吸呼吸 等一下 這首... 這首歌對客業是有幫助的嗎 就是可以讓你的煩惱通通忘掉 呼吸呼吸 你看 有個黑餐廳選擇吃到飽 呼吸呼吸 什麼煩惱都死掉 一瞬間什麼煩惱都死掉 睡覺 起床 滿泡洗澡 下班 睡覺 誰比誰好 能差到多少 遲早都要 神聖地報道 既然快到 痛快不掉 用力思考 我不要 地球 地球 還沒太秀 旅行 想到太空 原始的情調 是什麼 面貌 好想知道 能不能求饒 一點就好 是 真實 就好 Wu 誰比誰好 能差到多少 遲早都要 想象地報道 既然壞得 統統 改不掉 用力思考 我們都好 我們都吃鳥 冬天飛翔 南方的懷抱 一起煮草 地球飛一掃 放棄思考 我都不是我 咕噹 咕噹 謝謝 來 志涵 妳今天選的是什麼歌 我今天要唱短髮 然後可能大家看到我就是 短頭髮 可是其實我之前是長頭髮 將近到夭著 然後有一天我就 一時興起就自己去剪了一個西瓜頭 就比現在還要短 然後我回家我媽媽就非常的生氣 她就說我到底是生了一個兒子還是女兒啊 然後我就趕快 我就跟我媽媽說沒有啦 那是我就是那一群好朋友500公斤 一起去剪了這個頭髮 然後可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就趕快打電話給500公斤說 快點去剪一個跟我一樣的頭 然後可是500公斤明明就是長頭髮 然後他們就哭著啊 然後就忍著痛 然後就真的去剪了一個跟我一樣的西瓜頭 對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很偉大 是一個很偉大的友情 然後等我老的時候想起來還是很刻骨鳴心 然後呢我今天想要把這首歌 送給所有可能在感情上面有受錯的人 你們可以就是換一個髮型然後換一個心情 就像我們一樣可能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可是我們可以用開心的心情去面對 短髮 謝謝老大 謝謝老大 謝謝你 很厲害 謝謝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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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幫我 謝謝老大 我喜歡我 謝謝說 謝謝老大 跨腳 想有他的发 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 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 乖乖的待在家 静静的守着电话 我已剪断我的发 剪断力牵挂 借你第一步被爱的分岔 长长短短短长长 一寸一寸在挣扎 我已剪断我的发 剪断了双发 借你第一伤痛我的尴尬 反反复复 清清楚楚 一刀两端 你的情话 你的谎话 一刀两端 你的情话 你的谎话 一刀两端 你的谎话 你的谎话 真的 可是我一直觉得柔芳 不是一般的这样子年纪女孩的可爱 我觉得 应该是说在地球上 可能很难找到像这样子的可爱人 我怀疑 我怀疑她不是地球人 你可爱的情绪很特别 柔芳你在学校里头 老师的对你的评语是什么 爱搞怪 深刻不认真 爱讲话 爱讲话 对不对 你是说平常讲话的时候都有这个手势 然后脚会动 手势很多 我朋友都会学 之类的 我大概知道他怎么形容他 你们是不是都说不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样 我觉得柔芳 天然嗨 跟天然呆 你有两种特质加在一起 其实比较吃亏的是诗涵 诗涵在柔芳还没出现之前 是我要当歌手最可爱 最年轻最俏皮 他一来 你突然变成轻手女 你跟他站在一起 你突然就变成轻手女 你知道吗 他是少女 如果你是少女他就是儿童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站在一起是太可爱 我觉得他强调你所有的可爱的风采 但是今天我觉得 诗涵很聪明 唱了一个不跟他拼可爱 拼感情 我喜欢你们两个都是很诚恳 而且就是很真的自己 那我不敢说柔芳你在台上 会不会变成大家心目中的一百分 但在我心里面 我很喜欢你的那个自然 浑然天成的态度啊 如果有一天真的你变成歌手了 那就请唱片公司把你的特色留下来 然后只要矫正掉你那个拍子不对 跟扭屁股同手同脚 还蛮可爱的 其他的都很妙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上台 会让大家觉得好可爱 他会忘记你所有的不完美 他都变成了好像理所当然 然后今天诗涵就不小心 就变成一个可爱的小蝴蝶了 就已经蜕变成一个小姐姐的感觉了 那今天唱的这个短法 其实有感觉出来是成熟了一些 然后听得出来你的内心想要长大的 那个真正成熟的感觉开始出来了 其实也蛮像你现在自己 尤其你刚刚讲的那个剪头发的故事 要是我有这样的朋友 我也会很开心 真的也是刻骨铭心的一辈子的幸福 那我觉得唱歌在台上表演 就是一个幸福的事 谢谢你们两个把幸福传递给我们 谢谢 好 我们还是要评分数 听听观众朋友怎么说 好的 谢谢老师们 好 我们今天有一群穿着蓝色衣服的团队 来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哪里的 大家好 我们是板桥高中 蓝轩大众传播社 好 科班出身的就是要来看一下录影 了解我们的作业 对不对 那你听完这两位这个柔芳跟诗涵妹妹 你喜欢谁 我喜欢诗涵姐姐 谢谢 对 他真的好惨他本来是个妹妹 今天在你们眼里都是姐姐了 真的真的 因为他唱的是短发嘛 而且其实我这颗头其实是 也是前天才去剪完的 而且 对 还蛮有感触的 然后 我觉得古人常常都把烦恼 比喻成所谓的 头发 三千烦恼似 是的 所以我们把头发剪了 身体轻盈了 烦恼都没了 我们的身体轻了 我们感觉到飞上天 柏云见日 哇 你去当男护士好了 他去当男病人好了 我觉得他需要打一针 好了 可以了可以 太夸张了 不亏是大船舍的 来 这位戴眼镜的同学 你怎么看这两位的表演 我喜欢王楼芳 好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就是 他很享受这个舞台 然后享受舞台的同时还可以 就是动静自如 然后就听他表演 就想跟着他一起动 哎呦 跟着动 你再动一次 你再动一次 哎呦 看来两位呢 都让我们观众朋友 有不少的感触跟感动 但是老师们怎么看呢 小燕姐 老师们常常不敢看 好 还是要看分数 分数是 卖力唱跳 展现无限活力的 可爱少女王荣芳 与有别以往 展现亲手女气息的 甜心小故事李诗涵 谁的可爱能量 能辱过评审的心 获胜未免呢